《长老发育》 《长老发育》 《天台式教义》 《天台式教义》是在中国佛教里 研究教义的入门书 要懂得中国佛教 如果不懂《天台式教》 《弦守武教》 是没有办法入中国佛教之门的 那么现在还没讲教义之前呢 先要叙说这个宗派的起源 叙述一个大语 佛法产生是在印度 在印度佛教啊 只有小乘大乘的分别 而大乘佛教里面呢 只有 显 显 显教 与密教的分别 显教里面呢 只有空 油的分别 空中 像这个中观 油中 像这个玉切 所以佛教在印度啊 显教方面密教不谈了 显教方面只有宗观玉切这两门 就是空有二门 宗观像从龙兽菩萨传下来的提婆灯 一直到旧摩洛斯 都是属于空中的一帽 有宗就像吴卓士卿一直到复法等 乃至玄奘三藏所亲近的戒弦论斯 则独是属于有宗的一派 佛法传到中国之后 真正形成宗派的是在隋唐时代 佛法是在汉朝 东汉也叫做后汉 后汉的汉皇帝汉灵帝的时候 佛法才真正传到中国 就是最早来翻译佛经的 安氏高 自罗加谦 从此佛法才传来中国 那么真正形成宗派是在隋唐时代 但是从后汉末年到了隋唐这段时间 有许多后臣宗派的教典就已经翻译出来了 例如如果谈最早的话 安氏高三藏法是所翻译的 属于鼻探方面的教典 欧鼻探 那么当时弘扬欧鼻探方面的很多 实际上他们那个时候在弘扬的时候 并不在乎中派不中派的 但是后来到了隋唐形成中派之后 所以有些也称 那个时候弘扬鼻探的叫做鼻探中 这个比较少人知道 到了东京时代 有旧摩洛斯三藏法师翻译出来的三论 就是中论百论十二门论 那么当时弘扬三论的后人就称他三论中了 但是当时他正在弘扬的时候 弘扬的人并不在乎中不中 那个时候他没有中派观念 真正三论中的行程是到隋朝 隋朝 隋朝的家乡大师才成为大臣三论中 可是从此也没人弘扬了 而旧摩洛斯不但是翻译三论 同时也翻译大制度论 但是有些人不但是弘扬三论 同时也弘扬大制度论 所以也有人称他是四论中了 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再加上大制度论就成为四论了 所以弘扬这四部论的后人就称他叫做四论中 也有这种说法 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没有什么论中不中的 而旧摩洛斯三藏又翻译一部诚实论 那么在当时弘扬诚实的也很多 那么后人也称他叫做诚实中 那么除此之外 例如说净土宗念佛的 是在东京会员大师 是在卢山 东京卢山会员大师 但是那个时候提倡接连社念佛 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宗派 后来到了唐朝成为尽土宗 那么大家就以卢山会员大师为出组了 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宗派的观念 而禅宗是在南北朝的南朝的梁朝 一般认为是梁武帝的时候 达摩祖师来中国 那么就把这个所谓祖师禅 从此流传下来 但是在唐朝的六族会能之前 也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宗派 不过到了四族五族 已经有点像这个宗派的样子了 但是到了惠能大师 六族惠能大师之后 那真正是成为禅宗了 所以那个时候有南能北秀 就是神秀大师 那么后来就是惠能大师最发扬光大了 由后时所谓一花开午夜 结果自然成 那么禅宗分为五个派系 那么真正禅宗的行程 也是在唐朝的惠能大师 那么除了这个 遗上所说的这些宗派之外 实际上在当时啊 南北朝的时候 有像这个菩提柳之 菩提柳之曾翻译啊 实际经论 在南北朝弘扬实际经论的 当时人就称它叫做帝论宗啊 帝论宗 到了这个南朝的全朝 梁朝末全朝 有真帝三藏 真帝三藏 曾翻译 舍大成论 舍大成论 那个时候弘扬舍大成论的 后人也称它叫做舍论宗 舍论宗 而南北朝的初期 也是东京末的这个五福十六国的最后一个 北梁 北梁时代的谭吾谦法师 他翻译大波涅槃经 那么就是以前讲的那个油波色戒经的翻译的那位法师 他翻译大波涅槃经 就是简单叫做涅槃经了 大成的涅槃经 这个涅槃经翻译出来之后 弘扬涅槃的很多了 所以在南北朝的时候啊 也有人说那是涅槃宗了 但这三个宗派啊 后来都没有流传下来 都并在其他各宗之中 例如到了唐朝贤壮三藏 翻译很多唯士方面的唯士法相的教典过来了 那么形成这个法相中 也叫做唯士中 那么这个涅槃成论啊 就是唯士里面的一本十字 十一论里面的一部论 那么就是这个涅槃宗啊 到了唐朝的法相中兴盛起来之后 涅槃宗就并 合并在法相中里面了 合并在法相维士中里面 所以这个表上写的 涅槃宗就画到这个法相中里面 因为这个涅槃成论只是 维士家六经十一论之一 那么因此合并在维士里面弘扬 没有另外建立宗 所以叫做涅槃宗就并归于法相中了 到了这个隋槽末 陈朝这一段时间 天台智者大使弘扬天台宗 那么天台认为涅槃金的教义啊 以法法金的教义是相等的 因此把这个法法涅槃同为一时 后面讲五十八教就会讲到了 那么因此这个南北朝弘扬涅槃金的 也没有单独弘扬了 也就成为这个天台宗的一支了 所以涅槃宗后来就合并在天台宗里面 天台宗里面 那么没有另外弘扬涅槃的了 至于地论宗 所谓实地经论 实际上啊 就是华严经的实地平 华严经的实地平 实地平单行流通啊 就叫做实地经 而当时有这个实地经的论 世青菩萨造的实地经论 有这个真地三藏翻译过来流传很普遍 那么当时人家称他叫做地论宗 但是到了唐朝 弦首果是成立这个弦首宗 也就是华严宗了 那么这个地论既然是属于 弦首华严里面的一部分啊 所以地论宗也就合并在 弦首宗里面了 所以如果要把它一一度 平排起来的话 就有十三个宗派 但是这个社论涅槃地论三宗 都并归于法相天台弦首 所以后来到了唐朝啊 中国佛教只有十宗了 十个宗派 那么其他还有密宗 密宗啊 是在唐朝 开元年间 唐玄宗开元年间啊 所谓开元三大士 善无畏 金刚志 不空三藏 他们三位修密的大德 到了中国来弘扬密法 从此就有密宗了 但是在中国佛教里面呢 密宗并不兴盛 后来传到日本 惠国欧邪传到日本 所以中国的密宗是传到日本 日本才有密宗的弘扬 在中国只是剩下一些杂密 那么传到日本的就叫做东密 在西藏的叫做藏密 这是属于密宗方面 那么这些宗派早期流传下来的 陈始宗后来还是保存的 不过真正弘扬的人很少 居舍宗 实际上居舍论啊 陈朝的真帝三藏也有翻译居舍论 叫做居舍诗论 也有人弘扬 但是没有成立宗派 到了这个唐朝的玄撞三藏法师 翻译这个居舍论 那么由他的弟子普光 法宝 这两位法师大力弘扬这个居舍论 那么就成立这个居舍宗了 那么一般说 居舍宗跟陈始宗啊 认为是小臣佛法 是小慎的 认为居舍是小慎的有门 也是有宗 陈始是小慎的空宗 讲空的 不过在南北朝正在弘扬陈始 一直到东京这段时间弘扬陈始的 并不把陈始看作小臣 在那个时候 一般弘扬陈始论的人啊 认为陈始是大臣 是大臣 后来到了唐朝啊 一般认为这个陈始里面所讲的理论 虽然讲空啊 但是不是讲波瑞的究竟空 因此把它啊 认为是属于小慎的空宗了 那么这些宗派大臣都说过之后啊 还有一个戒律中 实际上在佛教里面啊 戒是不能分宗的 因为戒 无论哪一个宗派 只要是佛教徒 没有不持戒的 所以应当戒不能建立另外一个宗派 但是戒律有戒律的专门学问 专门研究戒律方面的 主持戒法的好像国家的这个司法机关 那么因此啊 另外就建立这个戒律中 佛法传来中国之后 实际上在三国啊 就已经有这个戒法的流传了 最早翻译的这个解谋法 百依解谋 就在这个三国时代就翻译过来了 那么到了东京 漫漫的广律 实诵啊 四分五分等律都翻译过来了 但是那个时候都没有成立宗派 研究的人很多 学习的人很多 没有成立宗派 一直到唐朝啊 以贤壮三藏同时稍微早一点 也曾参加过贤壮三藏的 一场的 道选律师 道选律师才建立这个律中 建立律中 因为当时弘扬四分律的有三家 后来其他两家都不行了 没有流传下去 只有道选律师 他用大臣的法相为式的教义啊 那融会贯通 借地的小臣教义 因此之孤啊 他才能够流传下来 一般说 中国人是个大臣精性 大臣根性 所以如果单说小法呀 很难通的 道选律师知道 中国人的根性啊 就以大臣佛法 融会贯通于四分律 所以他认为 四分律 当不是在小臣佛法 但是分通大臣 分通大臣佛法 那么由此到了唐朝来 道选律师才形成这个 戒律中 戒律这一中啊 才成立起来 那因为他住在中南山 所以后人也称他叫做南山中 南山中 所以这个洪一大师 有一个对联写的 写的说 有眼见南山 他见的南山 不是见那个 这个所谓长安的附近的 那个中南山 他所谓有眼见南山呢 就是见到南山 就是戒律 就是律中 所以后来普通一般呢 就是以南山 来代表中国的戒律 因此也叫做南山中 但是我认为啊 还是老实称他叫做戒律中 比较适合 或者单称律中 这是专门弘扬戒律的啊 后来就变成当时传阶了啊 那么这有没有把戒律研究好呢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只是主 这个主持传阶的那些大德都被认为是律中的了 但现在也不也不这么说了 那么这是属于中国佛教的始终 平常说的中国佛教有十个宗派 就是纯粹属于大神的 有七个宗派 戒律 通于大小神 大小神 而居射于城市 是属于小神 现在从今天开始讲的都是属于教理方面 研究中国佛教的教理 这个教义方面呢 那就不比从前讲的都是一些四项法门呢 听起来比较好懂 如果不用心听啊 就有的时候不容易不容易通的啊 要好好的注意听才行 那么上面是先大概的把中国佛教的宗派 大致叙说一下 那么既然有这么多宗派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讲天台中的是教义呢 这是因为啊 虽然有这么多的宗派 在中国佛教里面 弘扬最甚的 最流行 最普遍的 教义方面 有两个宗派 从隋唐以后 一直到近代 教义方面 讲究教义方面的研究的 教理的 有两个宗派 就是天台中 跟弦首中 弦首中 也叫做华言中 天台中 也可以叫做法华中 以他的所中的本经而立名 教义方面是天台弦首两中 最有名 都一样人 有一半是灵迹中的子孙 灵半天 潮是潮洞中 潮一脚 潮洞中啊 占中国佛教的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就是灵半天 灵迹中占了一半 中国佛教的一半天下 那么其他一半呢 潮洞中占了其他一半的一半 所以叫做潮一脚 一个脚 就是四分之一 潮洞中占了四分之一 剩下还有四分之一 就是其他各方面的了 这是一个大概 因为在中国佛教的 禅宗的宗派里面 最先胜 最普遍 并不是说 灵迹中的 这个修禅的人 最胜最多 而是他的派系 一代一代传下来啊 在中国佛教的禅宗啊 五个宗里面 五家里面 禅宗五家里面啊 只有灵迹中 一脉相成啊 一直到今天 那个从这个灵迹 以前禅世 一直流传到今天 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 没有间断过 没有间断过 开悟不开悟 另外一回事 最起码他这个名义上 一代一代传下来 很显明的 在历史上都可以找到 一点没错 曹洞宗算不错了 也能流传到今天 可是曹洞宗啊 有一段时间 也是蒙福不清 这中间有六代祖师 发生争论 后人争论了 不是祖师在争论 后人认为 这六位祖师啊 是不是在传 曹洞宗 引起的争论 但是在那个时候 是没有争论 那么因此 可见这个曹洞宗 曾有一段时间 沉积下来 不审流通 那么后来 还是继续下去了 比如说大陆的 丛林 像古山 那么 完全是属于 曹洞宗的宗派 所以在台湾佛教 有好多都是 古山传来的 福州古山 永泉市传来的 台湾的出家人 曹洞宗的宗派 并不算少 我也是属于 曹洞宗的派下之一 那么临际中也很普遍 临际中也很多 所以因此之故 在这个宗派方面 是惨 它的一代代乡村 到今天没有停止过 都一直流传下去 修净土 它没有宗派观念 能念佛就是了 这念佛也是最普遍 从这个宋朝初 有名元寿禅师 提倡禅境双修之后 这个禅门跟净土 就是勇为一家了 因此这个参禅的人 也参念佛是谁了 由此 那么净土中也跟着非常普遍 尤其他人三根普遍 那么就是一些仪父仪父 都能念佛 所以念佛法门最为普遍 那么在中国佛教 最流行的解方面 教义方面天台宪守 行方面禅仪境 因此之故 我们现在研究这个教义 非从这天台宪守 两个宗派的教义下手不可 所以必定要研究 这个天台式教义 还有太随大师讲 天台宪守两个宗派的教理 是中国佛教的特色 是中国佛教的特色 怎么说呢 空中有中三论法相 是从印度传来的 在印度原来就有的 其他的宗派好多都是在印度就有的 只有天台宗跟弦守宗的教义 完全是由我们中国的高僧 中国的祖师所建立成就的 虽然是根据佛说的大乘教典 但是能够组织成为一个宗派的教义的 那只有天台宗跟弦守宗 因此之故 我们要研究中国佛教 非研究这两个宗派的教义不可 否则你就没有办法懂得中国佛教 因此之故 我们现在就先研究天台宗 一方面 我是从天台那边学习的 最早是先学天台 所以天台可以说是我自己的本宗 最初学的是这门 所以我比较熟 我现在就先讲这个天台式要移 那么这也是一个意义 另外还有一种原因啊 我们需要研究天台宗派的教义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如果要研究 中国佛教的所有的经论著书 经律论三藏教典的著作 古代的祖师的著解啊 假如你不懂得天台的五重选一 所谓第一世明第二弦题 第三明中 第四论用 第五叛教像 天台中解释经文啊 都用这五重选一 第一就是解释经题的明目 第一世明 第二就是弦题 显示经的理题 第三明中 说明修行的宗旨 第四论用 说明这部经的功效 第五叛教像 判定这部经是属于哪一种的教像 是顿事件 是原事片 那么如果你没有研究天台教义 诗教义不懂 那你拿去天台家的著作 看到那些五重选一啊 你一看就头痛了 所以有人说 经文原文都好懂 看注解反而难懂了 注解比经文深 原因在哪里呢 因为他写的注解啊 都是根据这个天台先说的教义的 假如是天台中的法师的注解 你们不懂得这个五重选一啊 那你看不懂 所以必定要懂得天台中的教义 才有办法看懂天台的所有的注重 无论是经论 那么选手中选手法障大师 他大臣选手中 应当是华眼中了 以华眼经为中 那么这个华眼中 他解释经论呢 是用十门宣谈 用十门宣谈 他这个十门宣谈呢 例如说 第一教企因缘 第二仗圣分社 第三伊礼分歧 第四教所被居 第五教体浅身 第六中去通局 第七部内品会 第八传义感通 第九总是明题 第十别解吻义 这个叫做十门宣谈 宣谈家解释经论 他无论解释哪一部经啊 都是用这十门去分辨 都是十门宣谈 假如你不懂得宣谈宣中的教义 你一开始看到这个十门宣谈 那就投答了 根本就快不懂 尤其讲到这个 藏圣分社伊礼分歧 教授被去教提浅身 那更是难懂 真是跳到大海里面去啊 不得了了 爬不出来 又像入到这个迷宫林 所以不定要研究这个天台 弦首两宗的教义 这些教义你都懂了 然后看古代的经论著书 才有办法看懂 那么天台有四教义 弦首也有五教义 就是弦首五教义 如果有因缘的话 天台四教义研究完了 也不妨研究 弦首五教义 不过弦首五教义 比起四教义来啊 难懂得多 因为弦首家 讲的教理差不多都是圆的 圆的 既然是圆的 无论站在哪一面看 都是圆圆的 很难找到他的门路 所以因此讲天台五教义 很辛苦 我在佛学院里 曾讲过两三次啊 我自己都讲得头大了 有的时候啊 究竟讲到哪里 圆啊 是站在哪一面看圆都看不清了 因为他这个教义 虽然是黄布不爱圆勇 圆勇不爱黄布啊 可是有的时候 你只在看着这个圆用方面 就很难懂 他是讲圆的 那么因此学起来就比较困难 也许以先入为主有关系 因为我初学的时候啊 学的是天台 我觉得天台的教义的组织啊 它那个组织很严密 很完备 尤其他讲的这个教义 自断 行 为 英 国 这个教义自断 行为英国 这八个字啊 在天台的 天台家的教义里面 分析得非常清楚 那么对于这个 修行的阶位 大小 偏圆 它分得很清楚 一看就可以明白 容易懂 那么因此之故啊 我们应当先研究天台式教义 就是太随大师 他主张 所有的 只要是佛的 正法 都要平排发展 他不做任何 一中一派的这个 传人 那么因此他主张八种品牌 来弘扬啊 可是实际上 他在教下 他还是把这个天台选手两个 教派比较起来 他认为还是天台 天台的 尤圣典呢 要比选手多 所以他的教义 有好多 以天台家所说的 很接近 您可以把 太随大师的 全书 他所有的经论著作 解释 把它请出来看看 就可以知道 有许多呀 比较接近 以天台的教义 上面是 先大概的叙说 天台家的教义 站在中国佛教的 分量上啊 它有很重要 很重要的地位 假如我们不研究 天台教义的话 对中国佛教 根本就摸不到门路 那么因此 我们既然要研究佛法 从解门下翻功夫啊 必须要先从 天台式教义下手 或者说 天台入门书 难道只有这一本吗 有没有其他的 有的 另外还有一部 偶一大师的 教官刚宗 那也是入门书 不过教官刚宗啊 当然他说的 天台教义是最正确的了 但是入门的那些名乡啊 天台的教义的名乡 教官刚宗里面 就比较简略 没有充分的发挥 如果能够先把天台式教义 研究好了 再看教官刚宗 或者是把教官刚宗 合并在 式教义 式教义里面 同时研究 更为清楚 我在佛学院里面讲课的时候 我也曾有一次啊 把天台式教义 跟这个教官刚宗两本书 对照起来讲说 不过这个学的人呢 会觉得很烦 两本书对照起来 两边的说法 一要把它汇通 碰到这个考试的时候 他们的头就很大了 很辛苦了 所以后来我又不敢再这样讲 只是按照四教一讲 因为到了这个末法时代啊 众生的根性实际上又差一点 有人这样问我 他说这个经文本来就很浅的 为什么那些祖师们啊 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 讲得那么深呢 举例说像这个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看起来文字不深嘛 很浅嘛 很容易懂啊 我们一读大义也就可以懂了 可是你看看明朝末的 三位解释阿弥陀经的 这个最有名的大著 你看看廉师大师的阿弥陀经书超 他那个十门闲谈 每一段都有四游离 每一段相闻失忆之后都有闲离 讲得简直不得了 只有两千几百字的阿弥陀经啊 他把它解释 一个大部头的书 几十万字 可怕 你一看就头大了 天台加解释阿弥陀经最有名的 有两部 一个是明朝末的游戏大师 游戏传登大师的 阿弥陀经略解 袁中超 这个袁中超也是好难懂的 都是天台教义 看起来也不懂 应当比较简要的是 阿弥陀经的药解吧 阿弥陀经药解 可是药解里面有好多天台教义 如果你不懂的话 还是照样不懂 所以啊 如果你没有研究这些天台教义 看那些东西实在是没办法懂的 那么那些祖师们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深讲呢 浅经深讲呢 你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啊 他非这样讲不可的 因为在那个时候 例如智者大师 他讲法法经 只讲妙法联法经 五个字讲了九十天 那个时候讲经 如果不这样讲的话 那些听经的人 就觉得没有味道 味道绝了 没有味道 因为那个时候 听经的人 都是很有研究的 教理相当研究的 都是深入的 所以他必定要深讲啊 听的人啊 才听的味道出来 所以他必定要深讲 一直到明朝 教理还是很普遍的 一般研究教理的人呢 无论在家出家 对教理都是很懂的 所以如果他讲经的时候 不用五重悬疑 不用实门闲谈 他会说你是个名外汉 不懂得讲法 会变成这种情况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必定要深讲 在那个时候是应激说法 需要深讲 可是现在不同了 现在在这个时代 如果你讲经一开头 就搬出五重悬疑 四门悬谈 好了 我看这些听众都要跑光了 谁来听啊 据说 大概是才光复的时候吧 民国三四五六年吧 听说那个园音法师啊 在上海的园民讲堂 讲金刚经 究竟是光复后还是光复前 这个时间记不清楚了 总之是在民国时代 园音法师讲金刚经 有一个在家居士啊 他从开始学佛 就是每天呢 授持金刚经 一天最少要读 送一遍金刚经 这是他的修士法门 但是教理不懂 里面的道理不懂啊 好多虚佛梯 好多鸡飞市民 他搞不清楚 那么后来听到这个 上海园民讲堂 园音法师讲金刚经 他高兴不得了 哦 这是正是时候了 我读了那么久的 几十年的金刚经 还不懂 现在有人讲 我必定要听 哦 自己读送的金刚经 都带着请出去 去听金刚经 第一天开始听的时候 只听他念这个题目 金刚波罗波罗蜜经 再往下的就不懂了 不晓得他讲的什么东西 阿提阿蕊了 不懂了 第二天 一样的 他带着金刚经去 第一句 金刚波罗波罗蜜经 再往下 不懂了 不晓得他讲什么了 嗯 那么这样子 连过六七天都是这样子 只有第一句的 金刚波罗波罗蜜经 听懂 再往下讲的就不懂 那么后来 他觉得这一本金 金刚经 天天带去 又是天天带回来 那么根本就 连一个字都没讲到 他嫌麻烦了 你嫌麻烦 说信不要带了 空着手 摔着两个手去 听金的 天天就这样子 一样的 第一句 金刚波罗波罗蜜经 再往下 不懂了 他这样子 他很有耐心的 听 听多久啊 听了三十六天 听了三十六天 第三十七天才讲到 容是我闻 才入容是我闻 你想想 现在的人有几个 像这个句子 那么耐心 三十六天 就是摔两个手去听经 根本不懂 第一句 金刚波罗波罗蜜经 再往下 他很用心的听 就是不懂 可是他没有度过 他并没有爱困 他很用心的听 就是不懂 不晓得他讲什么 并不是话语不懂 而且道理不懂 简直是 好像这个幼稚园 听大学的教课一样 我看现在的人 如果叫他这样听 别说是三十六天 恐怕三天也耐不住 下次谁也不愿意来了 那么因此之故 我近几十年来 我虽然是讲经讲了好多 我很少 用这个 宣谈的方式 不敢用 我恐怕人 听众 一听就听跑掉了 以后我们讲的 没有人听 那真是这个生意做不成 真糟糕的事情 谁也不愿意做 这个是本生意 现在人 为什么不能这样讲 真正懂得教理的 太少了 太少了 所以这些教理 除掉在佛学院里面 讲讲之外 普通一般讲经是 派不上用场的 为什么 您在佛学院讲 学生他是来研究教理的 他是来读书的 而且进了教室门 他不能随便自动出去的 听不懂 你宁可坐在里面 睡大觉也可以 可是不能 不能跑出去 这强迫他们听 懂不懂 他非听不可 所以只有在佛学院里面 讲讲这些高深理论 离开佛学院 你讲讲的机会就很少了 那么因此之故 我们现在如果再不讲的话 我看将来 我如果等到我到了 图币场之后 恐怕能讲的人 也许没有了 并不是说我瞧不起人 现在真正望这方面 下功夫的人 我看真是凤毛麟角 现在讲到这里 我要开始讲了 开始讲 我第一 还没讲之前 还是向各位来参加 听的 无论是在家出家的 大德们 要求一句 你的耐心 像那位 刚才说的那位 听金刚经的局势一样 耐心听下去 但是我不会天天 只有金刚波罗波罗蜜 也不会支持天台式教义 必定会有一部分 使你能够听懂的 大家要耐心听下去 假如你不听的话 你没有机会学了 我说句老实话 这一类的教理 我如果不讲的话 现在能找到 真正在讲的人 恐怕很少 并不是说 没有会讲的人 有人会讲 他没有这个时间 他没有这个时间讲 纵然有这个时间 他没有这个听众 没有这个听众 没有听众 你怎么养啊 讲给这个 拙子凳子听 他根本更是没有时间了 所以因此之故 希望各位要耐心 好好的学 因为这是基础佛法 佛法的常识 不懂 不懂就中国佛教 就没有办法懂 有一位居士 最近写一封信给我 他说现代人学佛很奇怪 自己本分是不下功夫 尽在外边东跑西跑的 舍本祖墨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中国佛教 可以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尽我们一生学不完 可是他们不忘中国佛教学 他学什么呢 学的什么 这个藏文啊 巴黎文啊 泛文啊 或者是学英文啊 学外文啊 他学巴黎佛教 巴黎文的佛教啊 中国佛教他就不懂 他学这些东西 对他有什么作用啊 他学性跟我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可见现在人呢 他就是 差不多是世界人都是喜欢好奇的 好奇的 他看这个中国佛教的 这个方块字的经典呢 摆在藏金柜子里面了 他觉得这个没有什么稀奇 很平常 他要看看那些横着血的 瘫环下 横着血的文字啊 他觉得特别有有兴趣 讲到这里 我要奉劝各位啊 中文不要横着血 五堂摊管血 中文啊 必定要竖血 竖血 由右到左 必定竖血 如果中间没有夹杂洋文 中间没有夹杂ABC 不必横血 不必横血 现在你买笔记 不止没有买竖血的 没有了 笔记没有了 都是横血的 是可见现在人心横的情况 连字就不肯竖血了 都要横血了 世间上的动物只有螃蟹 摸黑 它是横行的 大家能眼看螃蟹 看你横行到几时 古人说的话 只有螃蟹是横行的 人家抓到了就下锅了 我们中文不是横血 必定要竖血 必定要竖血 绝对不要横血 我一看到这个或者写信啊 或者写笔记 要我改啊 我看到横血 我就不看了 我不想看 因为这是洋人 与我们不同种 不愿意看他的东西 而且这个中文的文字啊 数学很可以分得出来 不会发生错误 横血 有的时候一个字 可以看成两个字 你不相信 你细看 因此是我们这个中文 不要横血 一定要数学 不要把我们这一点的中国文法 把它丢掉了 要好好的把它保持下去 中文必定要数学 不要横血 言归正传 现在我们要讲天台式教义了 真正要讲天台式教义啊 应当是要从这个续文讲起 现在就各位把这个天台式教义的课本打开 这篇原题啊 先说明天台式教义的发源来源啊 为什么在中国佛教里会有这么一个天台式教义的这本书出现世间 他这个原因啊 在这篇续文里面说得很清楚 我平常讲这一类我是不讲的 但是这一篇续文呢 以后边的四教义的正文有关系 有关系 因此之故这篇续文还是要讲 现在还是从这个续文讲起 就是一开头第一面 四教义源起 这篇续文就说明这个天台式教义有什么因缘 会有这一部四教义流传世间的经过 所以叫做天台式教义的起源啊 不过这一篇这个续文啊 这个元起是谁写的 写的人没有留名 没有签名留下来 不晓得是谁写的 不过看这个文字啊 总是在宋朝之后 宋朝中叶以后 不会超过元朝明朝 可能是宋朝中叶以后的人写的 就是从北宋到南宋啊 可能就在宋朝这段时间 这一篇这本书是宋朝初啊 宋朝初开头 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一部书了 这个起源啊 必定是接近那个时间的人写的 宋 修生时 生同 赞宁 通会露云 这是这一篇续的开头一句话 宋是宋朝 宋朝专负责任 编写高僧传之类的 生的出家人的死传的 他专修就是治理了 是编写了 编写这个死传 高僧的死传的 就是有一位做生官的 叫做生同 生同是当时地质时代的生官 有生路师 有生童 同龄整个生团的 叫做生童 赞宁 就是这位生童的名字 这位生童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做赞宁 赞宁这位法师 非常了不起 那他的修文 就是世间普通一般的大学问家 有的时候还不及他 是一个大学问家 赞宁法师这个人 就是写高僧传第三集 宋高僧传 写高僧传第三集的这位法师 他是宋朝初年 在弘扬佛法 一直到宋真宗 宋真宗寒平二年 西纪西历纪年的 999年 距离现在是 990多年前的人 将近1000年前的人 他在西纪的999年元级 他住世间的时间有82岁 那么关于他的编组 这一步 他的编组经过 还有这一篇序的元旗的情况 我们留到下次再讲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下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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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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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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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古风艺术 逐步发展到古典风格艺术 画面构图更美于中国 往往一面墙壁 被一个场景所沾满 布局紧凑和写 此外 第十六窟中 佛教故事中的 《难陀归一》 《十位臣显大神通》 和《善生施舌》等 也都十分精彩 例如第十六窟 《难陀归一》中 《难陀与妻子孙德利分离》 充分展映了艺术家 对于人物内心刻画的成功 又第十七窟 太子与嫔妃劝九徒 即进宴晚之起状 顶窗窥视的侍女 和门外众多的美女 都疯自措约 艳丽 此时期各顾的前郎 天井和列柱 所存的装饰壁画 也都设计奇妙 想象丰富 色泽鲜艳 对比强烈 如卷云 曼草 莲花 和一些可爱的小动物等 阿湛团晚期的壁画 基本属于七世纪前后的作品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二两窟 保留比较完整 为阿湛团壁画艺术最神奇的一座 第一窟内壁画场面的幅度 结教法 最入名的是池清廉菩萨像 妙像庄严 头戴宝冠 肌肉 匀称 窟内前壁的波士使节来朝图 则反映了印度和波士平稳通好的场面 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绘画风格也受到伊朗美术的影响 第二窟时代最晚 其前廊壁上与早景等处都有壁画 壁画和雕刻中的人物 无常 后 太子 宫女 武士 平民 所表现的不同生活 以及佛菩萨 天女 以丘 所表现的不同神态 在造型上 我能传出内心情感 刻画神动 发展坨壁画和雕刻的优秀艺术 不仅对后来印度的美术产生了巨大作用 而且对于东方佛教所曾全部的国家和地区 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中国墨高窟的壁画 日本法龙寺的壁画 还有斯里兰卡习吉林业的壁画 都与之遥想不应 印经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的支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生命电视